大家好我是金兵大宋明 今天大力要来了 录了几年的ZK-SIM终于画上了句号 现在大家可以查询空投资格 并且在6月17号就能联取了 也就是下周一代币就正上线 虽然说ZK-SIMPU的用非常久 现在空投也算是乏了 但真的是几家欢喜就有几家愁 现在ZK-SIM一次性空投了36亿美的代币 占ZK代币总供应的17.5% 那中奖的呢就是超级大空投 而被女巫和钱包回度杀掉的用户呢 就构成了币圈最大的苦难 宽广一顿查询出来的却是不符合资格 还有王法 还有法律吗 整的跟开盲盒一样 那本次参与ZK交货的钱包总共是有600万个 符合空投条件的只有69万个 那这里就准备包好你的地址 我们就来看一下空投是如何查询了 还有空投是如何分配的 那视频开始先 哎我这里先预判兄弟们预判 因为肯定会有人没录到空投的 没录到ZK兄弟也别气馁 我在评论区呢抽五人 每人获得50枚的ZK代币 现在ZK在AVOLO常用价格 一枚是0.35美金 兄弟们可以点赞美视频 和在评论区留言 你录到了桌上没ZK 到时候我会统一回复中央朋友 这里的话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ZK的空投查询官网 那查询的链接 我也放到了视频介绍里面 查询的时候是不用链接钱包的 粘贴你交通过ZK的地址 就可以看到空投数量 那像我这样填上地址后呢就能查询 那现在呢只是查询 还没到联取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关注官方推特 或者我的频道 联取的步骤自然也会知道 这里我们先不急 我当时呢是交互了10个号 中了3个号 7个是没有资格的 所以这个条件呢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详细规则 为了将代币分配给真实用户 ZK性用户的资格审查和分配 分了4个步骤 这里我就直接说省流版来总结啊 需要扣细节的地方 我们再按照这个官方的规则来看 这样子读重点才比较快 那ZK分配的这个4个步骤分别是 第一步获得资格 意思是说你要完成表格中 任意一个交互就能累积一分 而这个分数呢 仅是代表你有资格了 并不是说你有空投 就好比如说你面试一家公司 你要持有什么什么文凭 又或者说你在这个行业要有工作经验 才能到下一轮 并不是说你直接可以上岗 那如同所事啊 你交付过就会累积一分 比如说这里的资格是你交付过10个智能合约啊 就比如说你组过LP还有跨链过 又或者说你在给款捐赠过的时候 使用过他的ZKLINE 做过这些的话他就给你记上一分 那第二步呢 条件就是资金存留 你存到ZKL的这个组网越久 放的越多 你分配的这个ZK空投越多 它是有一个这个价值缩放公式会调整 这有个价值缩放公式 会根据这个调整这个空投的比例 那刚好这里也举个例子 那比如说在组网启动的时候 一个用户 存了100美金 那他这个100美金呢 就会比快到前一个月存了100美金 这个群投要搞 那再比如 比如说你250天前存了100美金 那50天后呢 你又存了100美金 通过这个公式快照下来的 持仓记录是122.95美金 那么到了第三步呢 他的计算方式就是倍数 这样子能够提高你获得到代币的数量 比如说你之前持有了ZKLINE的MFT 又或者说某某代币 又或者说你领取了LIB 或者这个OP的空投后 至少持有90天以上 这些都是能提供的倍数 那关于这个倍数的这个规则 对市场的这个反馈声音来说 就是他们吐槽的潮点 就说这个倍数没有那么透明 因为倍数的多少这个细节 它是没有放出来的 而将定规则呢 这样子就比较有利于 项目方预留这个token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那说完这个倍数啊 相对比较鸡肋 最后一步呢 就是这个机器人识别的检测 意思就是残女屋 看你这个交互到底是不是真人了 或说这个残女屋其实也是蛮狠的 总共6万的地址 其实最后杀掉了有90%多 剩下的有效地址是69万 那当你查询的这个地址有空投的时候呢 或许你这个真的是天选之人 因为话说回来 这个参与的这个空投人多了 自然就是生多周少 划分蛋糕的时候肯定会有人牺牲掉的 不然这个钱从哪里来了 对吧 因为你想想团队要赚钱 投资人要赚钱 做市场也要赚钱 那撸空投人也要赚钱的话 到最后其实我们发现这个羊毛出在自己羊身上 而且我像觉得大家似乎能接受这个炒币亏钱 不能接受这个撸毛没有资格 于是我发了一条推特 发现大家其实讨论也蛮激烈的 这里有个热评就是 大家把炒币当初成为赌博 撸毛等于打工 赌博出了大家心甘情人 但是打工没有工资 觉得就是这个是诈骗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沉默成本太高了 还有这个市场给的预期也很高 因为撸空投这个报复故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每次有这种天王集的项目 发空投的时候都会有个保留节目就是 哎谁谁谁又中了几百个号 全部都中的情况下 他一下就撸了百万的资产 但是这么久下来 我发现币圈很多东西都是一降工程万古枯的 因为有人中那么多号 他就会踏的多少个尸体走上来 那么这些被女巫封杀掉的账号呢账比其实真是非常多 就拿我自己号来看 10个号7个没折 如果你是中仓的话 加上这个时间一长 肯定形态是会有影响的 特别是那种上百个号的玩家 当时顶着几十上百优的gas跨进去了 后面发现全部没资格 本来想撸毛的 最后发现鸡毛都没撸到 但最后我想说啊 其实撸毛也是投资嘛 账号的数量决定就是你的仓位啊 其实大家还是得管理好自己的预期啊 面对这种天王级的恶忱呢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成本 要让自己的交互策略有扩展性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兄弟们记得参与评论区的抽奖 到时候呢我会统一回复重要朋友 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